北約十四國核威社軍演高調登場 俄格羅姆核演習獲同期上演 兩場核演訓陰雲之下 歐洲安全戒備陡然升級 與此同時 美國接連加息強勢收割歐洲 英國激進減稅政策 誘發金融市場動盪 深陷地緣安全 能源 通脹等多重危機 歐洲該如何熬過領冬 今日看世界 北約十四國核威社軍演登場 要與俄羅斯核演習打對台 儘管俄羅斯多次警告 北約仍然還是堅持 10月17號到30號 展開代號為 堅定政務的核威社演習 演習由比利時主辦 主要在距離俄羅斯 1000多公里的英國比利時 和北海附近區域上空舉行 模擬投掣原子彈的戰機演習 演習當然不會使用實彈 包括北約十四個國家的空軍 和60架戰機參演 同往年各國參加監禁政務演習 不同的是 以往都是戰術飛機 但是今年 美國首次派出了能夠攜帶核彈頭的 B-52戰略轟炸機飛地現場 與此同時 按照慣例 俄羅斯代號為 格羅姆的年度核演習 也會在10月下旬舉行 這也就意味著北約和俄羅斯 將在同一個時間進行兩場核演習 加上之前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大的核潛艇 俄羅斯的比爾哥羅德號消失 而且莫斯科正在進行防空洞 和避難所的清理工作 為重新啟用做好準備 美國總統拜登不久前還公開地喊話 由俄乌冲突所引發的核戰爭威脅 已經達到了自古巴導彈危機發生以來 最為嚴重的水平 種種跡象都在加劇國際社會的擔憂 俄羅斯與西方的核威懾對抗 會否從嘴炮變成行動 兩場核演習同況撞七 整個歐洲都在瑟瑟發動 10月17日起 北約堅定政武核威懾演習 在比利時東北部的一座空軍基地 拉開帷幕 自冷戰時期開始 美國就在歐洲部署有大量的核武器 目前在德國 意大利 比利時 荷蘭 土耳其 五個無核武器國家的六個空軍基地 部署有將近200枚戰術核彈 根據北約核共享政策 部署在歐洲的B-61戰術核彈 作戰使用時由戰鬥機掛載投放 北約盟國也可以掛載美軍戰術核武器 為了確保有效地操作這些戰術核彈 北約每年都要舉行多次的訓練和演習 其中包括指揮所司令部演習 核彈出庫運輸 戰機掛載卸載 模擬投掣等項目 不過此前北約方面並未大肆宣揚此項演習 俄烏衝衝突爆發後 美軍還接連兩次推遲了它的 陸基民兵三型洲際彈道導彈的 年度測試發射 強調避免俄方戰略誤判 但在俄烏衝衝突如此緊張的當下 北約領導人卻拉開架式 高調宣布核演習 加據外界擔心 推升核戰風險 北約這次所謂的核威懾演習 完全是小題大作 刻意炒作 像以前北約舉行這個演習 北約方面從來就沒有刻意地做宣揚 而且名稱也都是以核訓練演習為標準 根本就不帶這個威懾兩個字 這回呢 先是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 專門強調要繼續搞這個演習 還說這是為了防止事態升級的最佳方式 如果北約真的要防止核對抗 或者是事態的進一步升級 完全沒有必要大張旗鼓地宣揚這事 至少你不需要把這威懾兩個字眼給加上 目的 現在還不很明顯吧 就是為了炒作俄羅斯的核威脅 事實上 北約作為一個軍事組織 並不擁有任何核武器 名義上與北約有關的核武器仍然在 美 英 法三個成員國的控制下 但這三國對於核武使用的原則立場 也並非鐵板一塊 法國總統馬克龍在10月12日表示 法國的核原則基於國家的根本利益 如果俄羅斯在烏克蘭或該地區發動核打擊 法國不會使用核武器進行回應 法國也曾建議暫停今年的年度核演習 以降低可能導致核大戰爆發的危險濃度 這一言論引發英美等多國指責 認為馬克龍暴露了底牌 法國雖然是北約國家 但法國擁有自己完全獨立自主的核力量 而且法國人也的確長期保持了相對於美國的獨立的對外政策 從當年的戴高勒到現在的馬克龍其實都是這樣 馬克龍說法國自己有明確的核學說 是基於法國自己的國家根本利益 如果俄方在烏克蘭發生了核打擊 但法國的根本利益其實並沒有受到很大的影響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為什麼法國又要動用核武器來對俄羅斯實施打擊呢 法國人可不想因此導致一場世界大戰 另外一方面 馬克龍也是通過這個方式在向各方 尤其是向烏克蘭向俄羅斯發出一個明確而且清晰的信號 就是雙方應該盡快地回到談判桌前 尤其是對烏克蘭 這層意思可能更加明確 克里米亞大橋被炸後 俄烏戰場的衝突烈度螺旋升級 俄羅斯總統普京10月19日表示 剛剛通過公投加入俄羅斯的四個地區 進入戰時狀態 此前一天 俄羅斯對烏克蘭開展特別軍事行動 區域聯合部隊總指揮蘇洛維金表示 赫爾松市周圍的局勢特別緊張 俄軍可能會被迫做出艱難決定 19日凌晨 中國駐烏克蘭大使館發文稱 當前烏克蘭安全形勢仍然複雜嚴峻 存在較大不確定性 並發布了在烏中國同胞轉移撤離指引 總體來看呢 目前俄烏戰中的局勢不僅處於僵持狀態 更面臨著風險升級的問題 首先交戰雙方互相讓 俄烏確實是在鄉下而行 但卻是刀兵鄉下 烏方在赫爾松一線集結重兵 準備收服失地 俄方承認戰狂艦難並宣布 烏東四驅進入戰時狀態 俄白聯軍也開始士兵演習 那包括中國印度在內的很多國家 也都開始再次從烏克蘭撤僑 其次呢 美西方和北約也在不斷攻火 美國和歐盟對烏克蘭的軍援陸續到位 特別是要針對今日發揮了 顯著作用的俄羅斯無人機 提供反空裝備 能夠擁有摧毀地球上百次核武器的 兩大核力量匯入著核大棒 已經從暗中較勁走向赤國城鎮 確實有了擔憂 但是呢 歷史經驗也告訴我們 危機就是轉機 僵局正是變局 雙方都打不動了 才能坐下來談判 那無論是古巴危機 還是朝鮮戰爭都是如此 特別是美國面臨中期選舉 如果民主黨實力 極有可能會把注意力轉向內政問題 同時呢 俄羅斯也面臨天然氣價格 大幅下跌的壓力 如果能將烏東四驅守住 則可能和烏克蘭展開新一輪的談判 同樣 烏克蘭在俄羅斯的權域活力覆蓋下 基礎設施和能源攻擊面臨困境 也有展開對話的內在驅動力 現在各方可能需要的就是一個台階 近來俄羅斯核潛艇 比爾戈羅德號從俄羅斯基地突然消失的消息 引起了西方媒體高度關注和恐慌 北約稱 無法掌握其行踪 認為很可能 比爾戈羅德號正在前往測試 有末日核武器支撐的 波塞東核動力無人潛航器的途中 比爾戈羅德號核潛艇出動 也令整個西方驚慌失色 為何如此 一起来了解一下 比爾戈羅德號從去年7月 正式入列俄海軍 由於它所攜帶被稱之為末日武器的 波塞東超級魚雷而非同反響 一旦成功發射的話 不僅會產生巨大威力 釋放出大量的核輻射 而且還會引發高達500米的超級大海啸 對於沿岸城市會造成毀滅性的打擊 俨然世界末日的即時感 比爾戈羅德號的消失 讓美國如坐針毯 如果說太平洋中的潛艇 是隱藏在黑暗森林當中的獵人 那北冰洋的潛艇就是無法被發現的幽靈 厚厚的冰層為潛艇提供了最好的掩體 抹去了潛艇的一切痕跡 美國到莫斯科從地圖上看很遙遠 但是從北極圈來看 它們很近 自從冷戰時期開始 俄羅斯就把北冰洋當作自己的後花源 搭載核彈頭的戰略核潛艇 在厚厚的冰層下如同幽靈般四處遊役 給美國帶來了不小的心理陰影 北冰洋是連接太平洋 大西洋 也是亞 歐 北美洲的中間地帶 從這裡發射導彈可以在極短時間內 打擊美國本土 美國幾乎沒有預警時間 極難防範 目前 俄海軍正式服役每幾個月的 比爾格羅德號核潛艇就又在美國人的 眼皮子底下失蹤了 此後 有衛星圖像捕捉到 比爾格羅德號如魅影般地出現在了 科拉半島北面的巴倫之海海域 隨後再次消失在了大洋深處 而與它一同消失的 還有被稱為末日武器的 波塞東核玉雷 波塞東核玉雷是人類現役武器中 單發威力最強的核武器 據美國科學家付算 其爆炸當量至少在200萬噸以上 最大可以超過1億噸 威力僅次於當年威懾全球的 沙皇炸彈 因此 它也是普京口中的 俄羅斯六大新型戰略核武器之一 而它的動力來源 則是一枚小型核反應堆 它能夠在水下一千米的深度 航行數萬海浪 不僅能夠打擊美國的航母打擊群 更能夠對美國本土沿海重鎮 實施戰略摧毀 一般只用於二次核打擊 可以說 一旦波塞東核玉雷開火發射 基本上就宣告著人類核大戰 世界末日的到來 最近一段時間 美國西方的輿論 在不停地炒作俄方 可能會在烏克蘭動用戰術核武器 而俄方也提高了戰略核武器的戰備等級 在這樣的情況下 比爾格羅德號出港 並且擺脫美國人的探測跟蹤 當然會讓美國北約 比爾格羅德號是俄羅斯服役不久的一款戰略核潛艇 它和彈道導彈核潛艇不太一樣 它攜帶的武器主要是波塞東核玉雷 這波塞東核玉雷它採用的是核動力的推進裝置 是一種超大型的魚雷 幾乎可以有無限遠的航程 對方基本上難以探測也沒辦法攔截 而且它巨大的核戰鬥部的威力 一點都不亞於彈道導彈的核彈頭 由於這種魚雷威力巨大 再加上核潛艇本身就非常的隱蔽 難以追蹤探測 所以美國對這個波塞東核魚雷 以及對比爾格羅德核潛艇都是非常的忌憚 憑借著超越航程及千米下潛的深度 俄方完全可以利用波塞東 對相關目標進行長期或戰術性的掙扎和監控 平時監控掙扎一旦需要戰時突襲 能夠摧毀地方沿海地區的整個航空母艦艦隊 和其他的相關重要技術目標 可以說比爾格羅德核波塞東的搭配 使俄羅斯擁有了第一艘搭載無人企業 和機器人系統的第五代潛艇 其作為軍民兩用和和尚兼備的多功能偵察 打擊戰略武器系統 不僅能進一步提升俄羅斯海軍的核打擊能力 並將改變俄軍戰術 而且這對於提升俄羅斯整體的國家核威懾能力而言 也有很大的幫助作用 不過另外一個方面 由於比爾格羅德號他服役 時間並沒有很長 目前還處於戰鬥力深沉的階段 這次出航大概率還是進行相應的訓練和武器的測試 只是美國西方為了誇大炒作俄方的核威脅 才把這個事情做進一步的誇張性的報導 作為三位立體戰略核打擊的關鍵 目前世界上僅有六個國家擁有戰略核潛艇 即聯合國武償加上印度 不過印度的戰略核潛艇是從俄羅斯租借的 還算不上具備建造能力 美國俄羅斯的戰略核潛艇綜合實力分別位於世界第一第二位 在浩瀚的大洋深處 除了俄羅斯的核潛艇 還潛伏有美國海軍的14艘俄亥俄級核潛艇 他們所攜帶的核彈頭數量約佔美國戰略核武庫的50% 一艘俄亥俄級核潛艇上攜帶24枚導彈 336個分彈頭 可以在半個小時內摧毀200到300個大中型城市 或重要的戰略目標 這意味著如果有任意國家率先對美國發射核彈 即使美國本土所有的核武器發射基地全部被摧毀 憑藉分散在全球大洋的14艘核潛艇 美國依然可以進行核報復 即發動二次核打擊 正是因為二次核打擊力量的存在 才使得全球實現了真正的核制約平衡 因為誰也不敢率先動手 結果都是一樣 根據美國海軍公布的資料 截至今年3月 美國海軍擁有68艘核潛艇 其中14艘俄海俄級戰略核潛艇 在太平洋方向部署了8艘 大西洋方向部署了6艘 而俄羅斯核潛艇總數加起來為73艘 戰略核潛艇為15艘 同樣也平均分佈在太平洋和大西洋方向 總體兩國海濟核打擊力量基本置評 美國海軍14艘俄海俄級戰略核潛艇 理論上可以搭載336枚潛射洲際彈道導彈 和超過4000枚核彈筒 而俄羅斯海軍6艘北風之神級 和9艘德爾塔級戰略核潛艇 理論上也可以搭載256枚潛射洲際彈道導彈 和超過1800枚核彈筒 雙方的力量都可以保證相互去換 在古巴導彈危機時期 古巴外海就曾發生過一個史無前例的驚險時刻 1962年10月27日 一艘編號為B-59的蘇聯潛艇 潛行在古巴外海 這艘潛艇是蘇聯海軍部署在古巴的 四艘湖布級潛艇之一 每艘潛艇都裝有一枚核魚雷 當日 一支美軍航母編隊巡航時 發現了B-59潛艇 隨即向它投下了5顆深水炸彈 炸彈爆炸引起的衝擊波 在潛艇中造成了恐慌 當時 潛艇上的人員 已經兩天沒有和莫斯科取得聯繫 他們誤以為第三次世界大戰已經打響了 情緒激動的艇長下令發射核魚雷 準備和美國人決意死戰 但根據蘇聯海軍的規定 潛艇發射核武器必須經過 艇長 政委 大副三人同意 這時候 整個人類文明的命運 都掌握在了潛艇大副 瓦西里忠孝的手上 索性在這千軍一發的時刻 瓦西里忠孝保持著最後的理智 強烈反對發射核魚雷 認為應當讓潛艇上浮 並與莫斯科取得聯繫 最終 在瓦西里的堅持下 B-59潛艇浮上海面 一場險些發生的 將給人類文明帶來毀滅性傷害的核大戰 才得以避免 回顧這段歷史 人們才發現 核災難末日曾距離我們如此之近 大人物的一時衝動 或小人物的意外失誤 都有可能讓地球恢復出場設置 讓人類文明重啟 肯尼迪外交顧問迪安·艾奇遜曾調侃 古巴導彈危機沒有出發核衝突 只能解釋為蝦貓碰到了死耗子 歷史的教訓告訴我們 雖然人類最大的教訓就是不惜去教訓 但人類社會還是一次次地避免了人類的毀滅 特別是對於核戰爭的威脅 從古巴危機到核武克森條約 從中島條約到落伍戰爭 雖然一直有核戰爭的威脅高旋於人類的頭頂 但歷史仍然在曲折路線時的發展 而從世界格局向多計劃轉變以來 人類降低核災難的可能 除了得益於科學技術的發展 更多的還是來自包括中國在內的 廣大熱愛和平的發展中國家 對人類命運共同體共存共融 互利互惠目標的追求 合作大於衝突發展高於挑戰 這樣才能保證不發生 威脅人類整體安全的核災難 俄烏冲突以來影響不斷外溢 漸入嚴東 加上北溪管道天然氣洩漏等大事件 也令危機不斷的升級 俄羅斯向歐洲輸氣的不確定性 加劇了整個歐洲天然氣市場的焦慮情緒 對此俄羅斯提出 如果歐洲同意的話 可以通過北溪二號上存的一條天然氣管道 向歐洲輸送天然氣 但是德國居然果斷地拒絕了這個提議 並且說德國已經提前兩周 就完成了95%的天然氣儲存率目標 但是強調大幅削減能源消費 仍然是民眾必須的 本月初數以千计的德國民眾聚集在議會大廈之外 表達對於政府能源政策的不滿情緒 呼籲取消對俄羅斯制裁 德國經濟再次下滑 可能會給民眾生活水平 歐元以及德國在世界上的地位造成衝擊 德國的商報發表題為 德國又成為歐洲病人的文章 指出 歷史原因導致德國人的民族意識 並不是源於某種民族自豪感 而是完全源於德國的經濟實力 如果經濟實力受到了威脅 一個扁平的中產社會的承諾就會被打破 這也導致了德國極右翼政黨 德國選擇黨目前強大起來 與總實 德國以經濟實力在世界上佔據了戰略性的地位 一旦這種實力變成弱點 德國將無法在充斥著戰爭和保護主義的 世界經濟新秩序當中發揮積極作用 隨著北半球的天氣轉冷 大多數歐洲國家面臨著不同程度的 能源配給限制 早在今年夏末 波蘭人民就身穿短袖 蹲守在煤礦旁 等上幾天幾夜購買過冬用的煤 在波蘭80%的電力靠煤炭 46%的居民要靠燒煤取暖 2020年 波蘭從俄羅斯進口的煤炭 占到波蘭煤炭使用量的20% 但今年4月份 波蘭響應歐盟的號召 全面禁止從俄羅斯進口煤炭 這讓波蘭的老百姓不得不從夏天就開始囤煤 不少人還到鄰國捷克去購買 即便如此 仍有40%的波蘭人沒有足夠的儲備 此外 冬天窗簾要拉延 供暖溫度調低依攝氏度 儘量騎自行車出行 爬樓梯取暖等等 這些近似於大蕭條時期的官方呼籲 都來自於當下的歐洲 而對普通大眾近乎嚴苛的節能舉措 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為炮製新一輪對俄制裁做準備 可對歐洲民眾來說 這樣的日子忍得了一時忍不了一世 受俄羅斯斷氣影響最深的德國 近日爆發了抗議政府能源政策 與社會福利政策的示威遊行 在德國的能源結構裡 煤 石油和天然氣 佔到了消耗總量的80%以上 而這三大能源的最大供應房都是俄羅斯 其中石油產品佔到了30% 天然氣佔到了66% 俄羅斯斷氣後 相比普通民眾 勉強能憑藉一身正氣來過冬 工業用氣就沒有這麼幸運了 沒有天然氣就無法保證電力供應 德國的幾大支柱產業 比如說汽車 玻璃 化工和有色金屬 都離不開天然氣 但不斷飆升的能源價格 正在衝擊著德國引以為傲的工業體系 今年二季度 德國經濟甚至出現了停滯 大量工廠被迫停產 先進設備被迫閒置 工人們則被迫休假 甚至被辭退 而這只是整個歐洲製造業的縮影 德國工業基礎十分雄厚 此次能源危機的確會對其工業體系造成影響 但我們認為不會有根本性的動搖 而在增加美國 挪威 卡塔爾 及中國的天然氣來源之後 德國和歐洲目前的天然氣儲備 已經達到歷史最高 天然氣價格也降到了俄屋賺錢的水平 同時風能 核能 以及太陽能等 新能源的綜合使用率也不斷提高 不僅如此 俄羅斯和土耳其還達成了協議 願意通過土耳其向歐洲各國供氣 所以德國會暫時緩解去工業化的危機 與歐洲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美國 為了填補俄羅斯天然氣的空缺 歐洲各國伏計成本地從美國增購 給美國天然氣供應商帶去難以想像的利潤 美國媒體報導 平均每艘10項歐洲的液化天然氣船 可賺取超過1億美元 美國對歐供氣量超過俄羅斯 佔據歐洲市場60%的份額 此外 美國原油出口量 也達到前所未有的每天500萬桶 美國轉歐洲之威為自己之機 這讓法國總統馬克龍忍不住喊出了氣話 我們會說 跟我們美國和納維士們 你們很棒 你們給我們供應的油脂 但我們不能走很久 我們不能賠償4次更多 那你們要賠償給自己的工廠 因為這不完全是這個意義的 我們給我們親戚 俄羅斯雖然承受愈發嚴苛的制裁 但所獲收益依然可觀 據總部設在芬蘭的 能源和清潔空氣研究中心計算 俄烏衛衝突爆發後的半年多來 俄羅斯通過能源出口 獲得了1580億歐元的收入 而同期軍事行動的成本 估計僅為1000億歐元 分析認為 儘管今年俄羅斯化石能源出口量有所減少 但能源價格的飆升 反而讓俄羅斯的收入 遠遠高於前幾年 更尷尬的是 讓俄羅斯獲利最多的 不是西方常常口诛筆伐的國家 而恰恰是歐盟自己 對此 土耳其總統 艾爾多安給出了自己的觀點 歐洲的能源危機是自食其果 歸根結底 一個在安全上 長期缺乏戰略自主性的國家或地區 縱然心裡在明白 也只能任由他人擺佈 高盛集團9月初發布的一份報告 也對歐洲的前景感到了悲觀 市場低估了歐洲能源危機的深度 廣度和結構性影響 報告中寫道 這場危機 將比上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更為嚴重 2022年已經即將過去 回首這一年 我們何人發現 原來曾經顯得無比悲觀的2021年 似乎也沒那麼慘了 地緣中途 金融危機 經濟衰退 能源短缺 糧食不足 多重危機跌降 人類的未來從未顯得如此黯淡 特別是在歐洲 這個兩次大戰的策略地 如果再次爆發更廣泛的社會危機 世界大戰並非是其人由天 但是和一百年前所不同的是 中國已經成為可以影響 世界格局發展的重要力量 只要中國能夠保持戰略定力 就能給世界的紛亂局勢 提供一個穩定器 那只要中國能夠保持發展勢頭 堅定的推動 中國是現代化金融 就能給全球提供一個新的更好的選擇 接著為您播出 五兩夜行事直動車